我在二十六那个时候,在庆都这一班朋友 当然这些人不晓得我学佛,这些反复不懂 那个时候庆都有一个高人应在庆都 太虚法师当时有个弟子,有个叫大禹法师 大禹法师他的书名叫什么北洋时代 在开放曼庆以后就顾教育部的赐奖,地位很高,出家了 后来在国内找不到大禹法师应,结果大禹法师应居在庆都 他的一个归弟子叫柳亚书,后来我们很好明明 不过我对他很公正,他的确很了不起 甚至走到盖上,我有一次穿个军官的衣服,很神奇的 突然看到前面一个老书穿个草亚过来,我看是大禹法师 在盖上,很多人我也不管,就跟他跪下来顿个礼,他就跟我抓起来 不要这样,你一直在这一套送庄,军服在身,在盖上给我登礼,不要吓唬老百姓了 我说没关系,我们来走吧,吃喝茶去 后来我问他啥事啊,我说你,咋才咋悟的呢?现在如何用功啊?我告诉你很奇妙 你这么问我,你比我高明,哎呀,我说不要服去了 因为我这个人不老不少的,直别跟那个都开玩笑 老人,我很公正他,但是很开玩笑的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